妈妈,你的柠檬落寒没了 还好我发现了,不然你的柠檬全浪费了 还好宝贝发现的即时,还能保住五个柠檬 那么今天就全部把它们做成糖丝柠檬吧 既可以当成即时柠檬嚼着吃,也可以用它来泡水喝 清洗干净的柠檬,我们去掉头尾 然后再将它切成稍微厚一点的柠檬片 厚度大概在两到三毫米的样子 切好的柠檬片,我们需要将中间的籽全部去掉 以免会发苦 现在我们将处理好的柠檬片全部倒入锅中 加入细砂糖和清水 喜欢清凉口感的话,可以像我一样加入一些薄荷糖 全程我们用中小火来熬煮 当锅中的柠檬糖浆变得粘稠 柠檬变成这样透明的样子 熬柠檬这一步就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将熬好的柠檬平铺在烤盘上 然后送入烤箱进行烘烤 烤箱一定是需要带热风功能的 我这台烤箱就自带柠檬干的功能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设置70度烹烤一个半小时 之前熬过柠檬的糖水可千万不要浪费了 装进罐子里,可以当成柠檬糖浆来使用 现在我们的糖渍柠檬干就已经烤好了 色泽特别的好看,晶莹剔透的 可以直接嚼着吃,是酸酸甜甜的口感 或者用它来做柠檬红茶 放几片糖渍柠檬,倒入红茶 再舀上一勺柠檬糖浆 这杯柠檬红茶真的是非常好喝